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卡組迪的種類 那桌面上這邊呢 就是現在大家比較常看到的卡組迪 首先這個是 塑膠材質的卡組迪 木頭材質的卡組迪 金屬材質的卡組迪 然後大家來樂器廠來說 通常都會問店員說 請問這三種的差別在哪裡 外型就差來蠻多的啦 但是他們其實都是卡組迪 那這邊介紹一下卡組迪的發生原理 就是它的中間就會有一個像這樣的筆膜 一個薄薄的膜 那它的發生就是靠我們的聲音呢 去震動這個D模來發生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際的實測 看看這三種材質吹起來的音色有什麼差別哦 好 那這邊總結一下三種材質的音色 我覺得塑膠的呢 它的聲音是比較偏亮一點的 然後木頭的話 它的發生就是比較溫潤比較溫暖一點的感覺 然後金屬的呢 我覺得它的共鳴還蠻強的 那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音色來做選擇囉